十番话 老实说 香蕉哥今天要说什么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什么香蕉哥 这不是香蕉 连裤子都好像 我今天的穿着 是为了今天的主题才穿的 你知道香蕉的皮 就一个男人来讲就是什么 就像男人的面子一样 是何等的重要 一根香蕉是没有的皮 它很容易就坏掉烂掉 所以男人的面子像天一样大 一个女生 一个渔妇 就像你这样 充满疑惑的眼神 你我的表情 你竟然改变了 你完蛋了你 这个节目是互相成长 好不好 所以就是说 对一个男人来讲 面子何等重要 但是女生常常不懂为什么 就什么 你都是爱我 还是爱你的面子 对不起 我们男人就是爱面子 当然又爱你们一些啦 但是面子 什么 OK了吗 记啊 还好吗 如果 未来 你有机会 在本节目看到 只有余美人一个人主持 对 怎么样 你就知道 香蕉皮去哪儿 香蕉皮根本不重要 香蕉皮是第一个人 香蕉皮 你要知道有人要为今天的开场白 不出去啊 其实香蕉 香蕉皮 香蕉皮随时拖就 香蕉皮 香蕉皮 露上了垃圾而已 对里面是白 香蕉皮 这个香蕉的内线还蛮饱满的 你刚好拖掉就是 拖掉是白的耶 拖掉刚好是白的线 香蕉皮 介绍一下来宾 接着来宾呢 我们这边带来是我们男生代表 就是比较爱面子的各位吧 好不好 来自然哥 阿杰老师 欢迎你们 那这边呢 当然是我们女生代表 女生就是说常常会怀疑女生 男生干嘛那么爱面 对不对 甄丽杰 余妮还有严谨 NATO哥 不是 接下来我们 主题要怎么进行 你也知道余妇有时候真的 余妇是 你是姓余的妇人 我是妇人 不是 我没有看过一个男的会挖洞 给自己跳的 我躲过第一个字 就躲不过第二个字 你是不是傻 救不了你 美人 美人姐 我们现在要进行什么 男人老实说 看朋友借钱 跟朋友 跟要朋友还钱 哪一个比较难开口 为什么 要朋友还钱 因为我不会跟朋友 要他还我钱 借一下 好浪 很多男生都借一下 最讨厌的是她 请问 另一半曾经说过什么话 让你觉得没面子 没有用 没有用 那你就是没有用 如果被人知道你长期没有工作 跟被戴绿帽子 你要学哪一个 这当然是戴绿帽 天哪 谁要啊 谁要戴绿帽 你戴绿帽 你戴绿帽子 你不同 你刚刚就是你被戴绿帽 我误会意思了 我想说你这么爱面子的人怎么会 对啊 我说我不要戴绿帽 了解 讲错了 好 话都听不清楚 是 换人接下来 还来上 不是 不是 牛痴汗 出列 第一题 女人最常赞美你的一句话是什么 可爱 哪里合理啊 好 水打 OK 好 用力打 被说演技烂还是烂情 哪一个你不能接受 演技烂 专业的部分 专业的部分 他不是专业烂情吗 第三题 如果让你再次走入婚姻 跟再次变成胖子 你会选哪一个 再次走入婚姻 你总不能那个跌倒一次 就不学习走路吧 因为他最近也没收过了 OK 好 那离过婚会让你觉得没面子吗 不会啊 为什么 那你不会嘛 对啊 那你为什么会愿意再次走入婚姻 女人是很美丽的动物 为什么要放弃这个 很好的结果 我再碰到下一个 你跌倒过难道就不走路了吗 哦 是 对 不知道怎么讲下去 对因为他不走路了 跌倒不走路 但是这边还有阿建老师 你不用吗 阿建老师 对 阿建老师 请问你和阿蜜老师 谁的情谊比较厉害 我觉得这个情谊很难这样做比较 是给听得懂的人才能够 我说答案 干脆一点嘛 好 第二题 你最不能接受老婆练瑜伽走火入魔 还是儿子只听老婆的话 我最受不了就是孩子 就只听老婆的话 不听我的话 所以我不重要就对了 好 第三题 老婆在他人面前批评你什么 会让你觉得没面子 我最受不了就是她做二姐姐 偷喝酒 我最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喝酒是一种 一种抒压的一种感觉 是啊 那么忙碌 对不对 好 谁补话 赛诚 怪你什么事 男人面子的不好味道 为了面子把地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到底值不值得 为什么不能当面跟我讲 我一定要透过别人我才知道 今天 第一轮要讲的是什么 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feel 好吧 我就有一个男生朋友 他家里以前是不错 因为是做像是那个相机的那个镜头 那后来就是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后啊 就是整个业绩就下滑 工厂订单 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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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下降了嘛 然后就是环境就比较没那么好 可是以前啊 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她在买单 然后不管我们在外地啊 还是就是请她帮我们买东西啊 她都是不会跟我们收钱 那后来她就是环境 因为就是 业绩下滑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钱嘛 然后她就 有一天就我出去 我知道她蛮缺钱的 因为平常吃饭的时候 她就会跟我讲说 严谨不好意思 就是你知道我最近就是过得比较不好 那等一下吃饭的时候 你可会帮我开口 就是跟大家拿钱这样子 那我说好啊 那我就想说 因为她环境不是很好嘛 结果吃完饭了 我一走到门口去牵车的时候 我吓到了 她竟然开一台冰式车 我说你不是环境很不好吗 你干嘛买一台冰式车 她说哦 这男生嘛 你也知道有一些行头比较好看 我想说你都没钱吃饭了 你知道什么酷喔 买什么车 没有冰式车借不到钱喔 嗯 对 讲得很有道理 开冰式车还要借钱 才借得到 开冰式车才借得到钱 对 人家看你开冰式的 才要借钱给你啊 大条的啦 不是要一直借 一定要做面子 一定要做面子 一定要做面子给人家看 你买一台车 你贷款 如果她没有押那么多贷款的话 她也不用那么紧啊 贷款她一定会去想办法 就像我们如果现在买了房子 老婆要求我们说 一定要有房子 我们还是 没有很多钱 我们还是会去贷款 去买房子来租 但是你租房子的钱 都要跟我们借了 为什么你要买一台车呢 买一台车是为了 没有啦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冰式是真的就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刚刚严谨有讲得很好啊 她是订单变少了 她并不是公司倒闭了 她生意还是要做 她出去的时候 她的派头还是要在 是收了 是后来真的收了 可是我不知道她是收了以后买的冰式 还是收了之前 那问一下戴士要 你如果缺家用你会明讲吗 其实我如果缺家用的话 你会跟女朋友讲吗 会跟老婆讲吗 我不会 我会想自己负责 自己想办法 绝对是这样子 会跟别人诉苦吗 像 诉苦 除非是真的很要好 或是 真的跟家里人 当然像我有一个经验就是 我有一次 我跟我前妻 所有的朋友他们去聚餐 聚餐之后 我中途我其实离开过两次 那我第二次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朋友说 你等我一下 我说好啊 那走啊 我要去上厕所 中途她就跟我讲说 那 是呀 你最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缺用什么 我说 你怎么会这样问我 刚刚你老婆跟我讲说 你都没有给她家用 其实我会这样觉得 因为我们家里 我们家有从小 就是家庭的生长的环境是 爸爸赚的钱是爸爸去使用它 妈妈赚的是他那种 但是家庭有共通的 他们会协商好嘛 可是我前期他们的家里是 他爸爸是开餐厅 所以一天营业额下来都好几万 所以他一个月给他的妈妈12万 那他的想法就是说 我每个月就要给他12万 所以我觉得这是生活的家庭背景 那那个人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我心里的想法是 奇怪 明明你就没有跟我说你有缺钱 那为什么不明跟我讲 而要去跟你的朋友讲 然后你朋友从朋友的 家用这种东西应该最基本就是 每个月都要给吧 家用 其实家用有时候都是我在处理 所以基本上 就是每个月 可能不要给到12万 太太没有直接跟你讲 然后太太跟别人诉苦 别人来问你 对 那你怎么回答 我的回答是说 其实我也没有 他没有跟我讲说有缺钱 怎么会这样跟你们讲呢 那我是没有固定说 给他多少的家用 那当天晚上回去 你们怎么讨论这个事情 我其实回去 我没有当下讲 因为我知道的是 我没有固定给他嘛 就是我说 你有缺钱 你有缺要用钱 要花钱 我哪一次没给你 那 这种情形会让我觉得 好像 我好像 让他很难生活那种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当天有吵架吗 其实我们很少吵架 都是不讲话 对啊 不讲话就很痛 不沟通 因为你就不沟通啊 对 沟通也没有用啊 就外面说 你吃过饭了吗 他不会理我啊 冷战就对了 对啊 你要跟他讲 他就是不讲 他心里要想什么 那为什么会结婚呢 对啊 为什么会结婚 就因为 当然是因为 有了孩子之后 然后 就告诉你 安全措施要做好 对 男人就爱播种 那个是 老婆因为家用跟别人抱怨 对啊 或者跟别人讲 也不是抱怨 搞不好他也很辛苦啦 对啊 一般来讲女生会 会到外面讲 不是会到外面讲 表示已经沟通无效了嘛 对啊 会讲 其实也没有沟通过 他没有告诉我说 你每个月直接了当 他比方说 你每个月给我五万 那你刚刚不是讲说 他希望你每个月交十二万 不是 那你有问过他吗 就是你家用够吗 你带小孩钱够用吗 我要给你吗 就外面要说 他之前有车贷 有保险 有所有的费用 或是所有东西都是我讲嘛 可是 我不知道他还要花什么 那思雅 思雅 女生花了很多 你他来跟对方讲 那个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女都有 但是跟我讲的是男的 所以说这事情就是 男人会很介意这件事情 对啊 你要讲应该是跟女生讲 怎么会跟一个男生来讲 跟老公讲 这男公 老公非常没有面子 而且很奇怪 而且我严重的怀疑 你们吃这顿饭的时候 你们已经在吵架了 嗯 其实没吵架 真的没吵架 就是冷战 也不是冷战 就是啦 现在有多少收入的男人 可以 有多少个男人可以 每个月给老婆12万家用的 我就太多 12万真的太多 有机格给得起 一般正常的上班族 给12万都很吃力 可是我以前有上班过 也太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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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讲 我以前上班的董事长 他是每个月给他老婆20万 他是做电子商务的 他老婆不管他在外面 就算每天都在酒店 或是睡在外面 带女人出去怎么样 他都不管 他真的就是每个月 你只要给我20万就好 但跟我的情形 当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家庭被解 不是说我没有面子的问题 你可以想象 你遇到这样的事吗 我不可以想象 为什么 因为我绝对给超过12万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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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探某 我讲探某 在那里有传逊 我讲探某 你 让你了解 嗯 我讲探某